山團颱風來襲 台中卻有青少年颱風架 沒有待在一家房台 跟朋友相約 跑到馬路上 拿著籃球砸橋墩 附近民眾把這離譜畫面給拍下 網友質疑 難道是吃飽太鹹嗎 而如果行進的車輛不慎撞上 真的很危險 四名看似國中生的青少年 拿著籃球不斷往高架橋墩砸 但看仔細 這裡可不是籃球場 而是在大馬路上 三號台中釋放颱風架 卻沒有在家房台 卻跑到馬路上拿球亂砸 過程中有車輛經過 差一點點就撞上 真的很危險 四名青少年跑到大理區 中頭公路高架下方 靠近樹王公園的馬路上嬉戏 畫面被目擊者拍下 並分享到網路社群 引發議論 有網友質疑是吃飽太鹹 誰家的孩子快領回 甚至有人戲稱是野生猴子 才會跑來攻佔樹王裡 如果不勝釀成事故 害人又害己 危險行為已經觸發 直接過來想要口頭告誡他們 可是就沒有遇到他們 那我推論可能是周邊學校的學生 對此狹狙警方表示 沒有接獲報案 將透過影片追查 如果行為人未滿十四歲 將會依法向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開罰五百元 所信這回沒有延程事故 記者 臺中報導 製造 Bo